Mia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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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MiaSlide的選品了 搜集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最近有一些蠻值得分享的東西 但食物比較少 我們就先從食物開始 第一個要分享的是燕麥奶 比較常見的像是瑞典的Otley 是在各大超商會比較常看到的 另外一個是美國的Califia Farm 然後它配咖啡我也蠻喜歡 它也是比較濃厚的版本 因為前兩個品項蠻多人介紹的 我就不特別說了 那今天就是要來跟你們分享 英國的小人物燕麥奶 而且它的外包裝長得很可愛 在買迪化街乾貨的蝦皮 上面有看到他們有買這一款 然後因為我真的都沒有看過 這個包裝 也沒有聽過什麼小人物 然後我以為是台灣的廠商 我以為是台灣做的 我想說底化街的選物 應該就是台灣的東西比較多 喝了之後我也蠻喜歡的 它的味道比較淡 其實就是比較像瑞典的Otley 那樣子比較淡一點點的感覺 沒有要喝的燕麥奶 其實不用餅 就是放在外面就可以了 然後我是覺得它放在外面也很好看 那這一款的話是比前面兩款還要再淡一點點 它的話 我覺得它很適合配茶 然後我剛剛這邊有看到 然後它這邊有寫推薦茶類 因為我很喜歡喝伯爵奶茶 然後我很喜歡喝茶本身的味道比較重 但是我也很喜歡奶茶的口感 就是我要配茶類的時候 我就會喝這個 或者是它單喝也蠻好喝的 我最近還蠻常喝這個的 因為我買了六罐 就是喝牛奶會有乳糖不耐症 所以我覺得喝這個 我的腸胃會比較舒服 美國的瑞典的跟英國的這三間我都會輪流喝 就是我要看搭配什麼這樣子去配 然後這個如果有沒看過的人 你們可以試試看 現在疫情在家 然後其實買回來的東西就是馬上吃完 其實來不及拍完我就吃完了 有些包裝也不太適合留著 可是要吃什麼蛋糕有時候很簡單的你也自己做了 所以現在真的比較少外食耶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馬修鹽選的優格 這次會特別推薦他們的優格 以前在一本書裡沒有讀到 我們的腸胃其實是身體的另外一個大腦 是可以多吃發酵的食品做保健的 那除了一般的食品之外 我早上也會吃優格 空腹的時候吃就是先幫腸胃去做一個打底 那特別推薦馬修鹽選的優格 是因為他們有分三種不同的優格 菌種量也都不同 那口感也都很天然 我還蠻喜歡的 有分原味、居家跟可以加 那菌種有四到八種 可以看你的需求去做一般的腸胃保健的 針對腸胃去做養菌的 或者是你要護肝或護胃的 我是都會交替吃這樣子 那最近也很喜歡喝優格飲 因為早上有時候來不及吃優格的時候 就帶一罐出門也很方便 好如果有看我保養影片的 應該會覺得我為什麼要推薦洗臉 Mia又不洗臉的 其實我會推薦這個 我也會覺得我第一次用到的時候 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我是去年冬天洗的 我其實冬天很不太愛洗臉 因為你洗完臉你的臉會更乾 那它讓我在冬天的時候覺得很好用 我覺得已經非常驚訝了 那它好用就是它用量不用多 然後它起泡快的洗劑不會殘留在臉上很久 它沖一次它馬上就沖乾淨了 就是很像肥皂洗完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又不會像肥皂那樣子 你洗完你的臉會超級乾 完全不會 然後也洗得很乾淨 然後重點是皮膚洗完你的水在臉上 它是完全沒有感覺 臉有特別的緊繃感 或者是它有洗不乾淨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非常好用 我今年在日本的美妝雜誌上面有看到 2020年的下半年跟今年的上半年的第一名 然後我就覺得很安心 我自己的感受是沒有錯的 就是它真的很好洗 然後我就算是乾肌 然後我夏天 我夏天臉會油一點點 然後我洗起來我也會覺得超舒服的 它有一種很淡很淡的香氣在 有一點點像蜂蜜的味道 好像是也是到目前為止 日本平選也是洗面乳最好用的 因為也是亞洲人的膚質 所以我覺得 大部分的膚質應該用都還蠻適合的 好 再來 香芬這次我買了一個是現象 我從來沒有聞過這麼好聞的現象 它的味道分層分得非常的漂亮 拿到的時候 超大的 就是很像我們在拜拜的那個像 它的包裝送來的時候我也化開 然後這個味道就溢出來了 它連外面外層的包裝都還沒拆 它的味道非常的濃厚 裡面總共有25根 它上面是一個軟木塞 超級香 而且我每次聞到我就覺得好幸福喔 它的貼標也很漂亮 也很有詩意 很美 這道聞到它就是會有點你定住的感覺 你會很想要專心的聞這個味道 到底是什麼味道 就是有一種香到你很想要靜下來 可是它不是精油帶給你的那種很療癒的味道 又不是那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因為我是忙買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木質調 但是我又有點害怕那一種太沉的味道 這個名字聽起來跟它送來的味道是一樣的 我相信大家對於現象的習慣都是以前去服飾店會有的那種味道 或者是一些店家裡面會點的那個現象的味道 但這個完全不是耶 它一入筆的味道讓我非常的驚豔 它的味道是很神奇的清香跟很厚實的味道 一起並進到你的鼻息裡面 它很像是你剛踏到森林裡面 旁邊有很多樹木的木塊 很自然的腐化的那種香氣在 因為它的尾韻帶有一點點真的是很少的酸 然後是我覺得是它這個味道的一個亮點 所以它不會很單純的只有甜跟木 它還有一個酸的味道去提的一個亮點 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我覺得現象能做到這樣真的還蠻厲害的 氣質真的很好 它好像還有很多味道也是明星的味道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至少有代購的 這個我真的要推薦給你們 這個真的是會讓你整個空間的感覺提升非常多 就是那個氣質會蠻不一樣的 你就會想要把家裡收拾乾淨 然後佈置好的那種感覺 就是儀式感會增添蠻多的 它這支香算是有點靈魂在裡面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子形容現象 再來我要推薦的是擴箱石 這個擴箱石呢在網路上 基本上我看大概90%都是不推薦的 那我為什麼要推薦 因為我找到可以用它的方法 然後用了之後我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連我男朋友都覺得說 欸這個很棒欸 就是因為它不用插電 它不會搶空間的感覺 無印良品的擴箱石 在IG分享說我買了這個 然後是日本製的 然後很期待要怎麼用它 然後就有人回我說這個超難用的 然後我就想說 哇怎麼辦我買到了一個雷品欸 它不貴 它230 可是你買到一個日本雷品 你會覺得哇你真的是 很隨便買嘛 然後買到一個雷品 因為我也沒做功課 然後我就開始去找 大家的反應跟 到底要怎麼用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下面有人說 這個要泡熱水 就是給它水分 然後因為淘氣它有水分 它之後它就會蒸發嘛 所以精油它會隨著水分 然後跟著揮發掉 那如果你乾乾的去滴它的話 你可能要等你要滴很多滴 然後你才會聞到那個味道發出來 試試看我就是泡熱水 而且我是泡滾的熱水 然後蓋過它 然後它就會冒泡這樣子 泡完熱水 然後我也沒有擦乾 我就把它放在這個盤子上面 這個小盤子也是它附的 你也可以換你自己的盤子 但我覺得它這樣子蠻好的 它不會佔空間的裝飾 就是它是一個很安靜的存在 我覺得我很喜歡 有很多那種熱燥燈啊 或者是太大了 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覺得東西看起來會比較雜亂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它的優點 就是我喜歡它很安靜 沒有存在感的在旁邊 它放在房間氣質還蠻好的 泡完水之後 我就滴大概4-5滴精油在上面 然後它中間會有個小凹槽 然後我會分散 我不會只滴在小凹槽上面 我會整個這樣子分散 滴在它的上面表面 讓它整個是張開的去揮發在空氣裡面 那因為剛開始我很怕聞不到它的味道 我就放在風口處 就是窗戶的風口 不知道是我滴太多滴還是怎樣 超級濃 整個空間都是 然後那天回家的男朋友就說 這個 這麼香是什麼味道 第二天味道還是很重 然後第三天它味道淡了一點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我們家是開放式空間 所以它是整個空間都是 怎麼講 整個空間都是滿滿的味道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如果它放廁所 不就是更適合嗎 因為它超級小 不佔空間 然後也不用插電 你就是放著 而且廁所有熱氣有水氣 那不就是更好嗎 然後現在都放在廁所 我自己是還滿喜歡的 我可能就是那個少數的 10%吧 因為網路上百分之90% 就說這個是沒有用的東西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這麼好用 其實滿可惜的 然後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就是又找到用它的方法 這樣子 那就分享給你們 那如果你們是喜歡 就是那種插電 然後它會有熱氣 然後精油會揮發的那一種 你們比較喜歡那一種的話 也可以 你們可能就會覺得這很麻煩 可是我很喜歡就是 反而就是它不用插電 然後很簡單 泡個熱水 其實它還滿環保的 我覺得 再來也是相分類 這是枕頭噴霧 它們家的東西都是有機 然後也有兔兔標章的 然後這罐是我現在睡覺的時候 會習慣把它噴在枕頭上 不會每天噴 我大概兩三天 一個禮拜才會噴一次 因為如果每天噴的話 我會依賴那個味道 我才睡著 然後我其實不太喜歡 依賴任何東西的人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 想到的時候再噴 它這罐是沉睡森林枕頭噴霧 那它的確是有那種 你睡在森林裡面很放鬆的味道 我還蠻喜歡的 但它跟剛剛這個的森林味道又不一樣 它這個是比較有一點精油的那種森林味 然後這個是你真的踏進森林的那種味道 這都完全兩個不同的東西 然後它這個是軟管包裝的 它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 它噴在枕面上面 它的水珠沒有那麼細 就是它不會馬上沉進去 你就是噴上去之後 然後你要拍一下枕頭 然後你在躺上去會比較好 當然它都是有機成分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你在睡眠的過程中 或者是比較不好的成分在 這個是我最近買來我覺得很好看的 就是放的氣質也很好 光澤也蠻美的 這兩個是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它們家的花器都是這樣小小的 我那天看到的啦 就是這樣小小的 我覺得它分開買那個顏色 會比較單調的感覺 就是會這樣子 但如果你是放在餐桌上面一個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那種圓桌啊 餐桌 那我就是想要它這樣兩個一組 我覺得它兩個一組的話 我就把它放在櫃子上面當裝飾 就是就算它不插花的話 它這樣一組放在那邊很好看 它是從下到上漸層不太一樣 而且每一個的顏色都不一樣 我買到的這個它是下面的顏色比較深的 有些可能是從這邊開始變深 或者是它是整個這樣升上來 而且我覺得它氣質還蠻雅的 就是不會太搶空間的顏色 這邊會有接縫處 如果很在意一體成型的人的話 可能這個就不適合 但如果你只是要單看它的顏色跟形狀的話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這個是我以前去香港的時候買的戒台 它是長頸鹿戒台 很可愛 我很喜歡有一點童趣的設計 因為這邊其實家裡空間都是木質調比較多 然後有個金屬感在 我覺得也很好看 就是它戒台就是脖子這邊可以戴戒指 然後尾巴這邊也可以戴 擺在一些化妝品的中間還蠻可愛的 就是有一種童趣感 就是這空間會變得更有趣一點的感覺 再來就是一個不相干到不行的東西 就是凳子 這個是當初去逛NICOLEM的時候看到的 然後NICOLEM也有很多雜貨 然後那時候看一看 然後就看到這個我覺得 好可愛喔 然後就被吸住了 我總共去逛了三次 因為它單價有點高 然後我就覺得 一個凳子然後單價這樣我要買嗎 然後每次去看到我就被它吸引 然後到最後我就想說 那可能是真的很喜歡吧 然後拿回家 到目前為止我都還蠻喜歡的 就沒有後悔 我很喜歡是它的花色 它高度很好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都比較高 然後如果我們做那種比較矮的凳子的話 其實坐上去你腳其實不知道要怎麼放這樣 其實坐起來沒有很舒服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來它其實比較高 所以它坐起來就是比較好站起來啦 然後坐視也比較在一個對的高度 再來就是它的花色 它的花色是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是這一種染料 它是會融在裡面的 然後它有那種粉綠啊粉藍粉黃跟白色 所以它是同個色系然後一直疊在一起 我覺得很喜歡 然後它是有點透明感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在裡面 它是很多小細節我都很喜歡 雖然害我有時候會想要去買那個盆子 就是一樣花色然後它也是一個臉盆這樣子 像我們女生要洗內衣啊 這時候我們也會需要一個盆子 我覺得洗內衣還蠻方便 因為女生都會要洗內衣 然後我是習慣手洗的 所以有那個盆子我覺得也蠻方便的 最後一個就是廚房的洗碗巾 我沒有那個罐子 因為我沒有補充的罐子 所以我最後一直裝進去之後 就把它丟掉了 我現在只剩下了 我等一下會給你們看它的質地 那我今天會特別推薦 它是德國綠洞的洗碗巾 它是直萃的 那當初會買是因為 你如果真的不小心沒有洗乾淨了 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是完全百分之百成分 天然可以分解的 那因為它是濃縮型的 它只要用一點點 它就可以洗很多碗 所以其實也很省 然後第一次我就買了1000ml 然後因為我們用起來還蠻喜歡 所以它是洗得蠻乾淨的 所以它有那種更大桶 它真的是這樣一桶的 我們之後應該會想要買一桶的 它的洗劑廢水是可以完全被大自然分解的 成分也是植物性萃取的 我覺得對環境來講還蠻好的 用這個是有一點進到環保社會責任的感覺 污水被處理之後 它是可以被分解的 或者是你不知道它流到哪裡 它也不會造成自然太多的負擔 知道它的洗劑廢水是完全可以被分解之後 我覺得我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今天Mia Slay就到這邊 你可以留言給我看你最喜歡哪一個產品 因為我還蠻好奇的 因為每次分享的東西其實都蠻不一樣的 像今天吃的就非常的少 想要做Mia Slay的這個單元 其實比較像是 無論男生跟女生 它都是可以做來 提升你生活品質的一個參考 算是好入手的單品 就是讓大家不要那麼有壓力的 提升生活品質 因為其實像Wolf on Home 其實大家都是待在家裡比較多 然後你可以用一些很小的東西去提升家裡的質感 那個心情會蠻不一樣的 那喜歡的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